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战争史纵深投析 世界历史上的军事演变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火与兵 朝鲜战争中的冬季战役 2.破晓之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3.铁血边疆 美墨战争的战略与后果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火与兵 朝鲜战争中的冬季战役 当然朝鲜战争 这场1950年至1953年 在朝鲜半岛上上演的冷战热点事件 是一出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性的历史剧 在这场战争中 火与兵不仅是比喻 而是字面上的真实写照 那么让我们穿上历史的羽绒服 一起回到那个冰天雪地的战场 看看士兵们是如何在极端天气下打仗的 首先我们得提一下1950年的冬天 那是一个让人牙齿打战的季节 联合国军特别是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长津湖战役中体验了冰封地狱的滋味 想象一下你在零下30度的天气里 不仅要和敌人打架 还得和冻僵的手指 结冰的枪械 以及可能冻掉的脚趾做斗争 这简直是冰火两重天的体验 长津湖战役中 美军第一海军陆战师 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包围 志愿军采取了夜间攻击的战术 这在寒冷的夜晚尤其有效 美军士兵们发现 他们不仅要对付狡猾的敌人 还得应对那些像刀子一样刺骨的寒风 有趣的是 有些士兵回忆说 他们的牙膏都冻得像冰棍一样 而巧克力则硬的可以当子弹用 但是 幽默感在这种情况下 是一种生存技能 士兵们会开玩笑说 至少他们不用担心啤酒不够冷 或者是食物会变坏 他们甚至会互相打趣 说这是一种极端的冬季运动假期 只不过是带着枪和手榴弹 而不是滑雪板和雪橇 尽管如此 朝鲜战争的冬季战役 也展现了人类坚韧不拔的精神 在这样的环境下 士兵们不仅要战胜敌人 还要战胜自然 他们的故事 无论是悲惨的 还是带有幽默感的 都是对人类勇气和适应力的最高赞格 最后 我们可以说 朝鲜战争中的冬季战役 是一段火与冰的历史 战斗激情 冰则是那些冷酷的自然环境 以及他们对人类意志的考验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 幽默感和坚强的意志 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破晓之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好的 让我们一起 回到大约一个世纪前的那个时代 当时的世界 就像一个充满了火药的巨大压力锅 只等一个借口就能爆炸 这个借口就是1914年6月28日 当一个名叫加夫里洛 普林西普的年轻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 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 刺杀了奥匈帝国的继承人弗朗茨 费蒂南打工 这件事情 就像是点燃了一根导火线 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大火灾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这个世界就像一个巨大的酒吧 各个国家是酒吧里的最汉 奥匈帝国 是那个刚刚被打了一拳的大个子 他转过头 对着一个叫做塞尔维亚的小个子说 你给我等着 然后 奥匈帝国的好朋友德国 就像一个喜欢打架的朋友 拍拍胸脯说 别怕 有我呢 接着 塞尔维亚的朋友 俄国站了出来 说 谁欺负我兄弟 先过我这关 于是 酒吧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 法国 就像是那个 一直想找机会 报复德国的家伙 看到乱局 悄悄地握紧了拳头 而英国 就像是那个本来想保持冷静的绅士 但是看到自己的朋友们都卷入了争斗 也只好站起身来 准备加入战斗 最后 就连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 也被卷入了这场混战 他们本来只是想卖卖酒 赚赚钱 结果发现自己也不得不加入这场打架的行列 这场酒吧大战 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 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全球冲突 它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战斗 还包括了经济 政治 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对抗 战争中使用了大量的新型武器 比如坦克 飞机和毒气 这些都是以前的战争中从未见过的 而战争的结果 也导致了四个帝国的崩溃 无数的人类和动物的牺牲 以及一个被彻底改变的世界 所以 破晓之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不仅仅是一场战争的开始 它还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这个新时代 带来了许多 我们今天仍然在处理的问题和挑战 而我们 作为历史的学生和教授 有责任记住这些教训 确保历史 不会重演它最黑暗的夜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铁血边疆 美墨战争的战略与后果 各位同学 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段历史上的 铁血边疆 美墨战争 这场战争发生在1846年到1848年 是一场典型的大国小霸的故事 美国这位健身房常客 与墨西哥这位图书馆文青的较量 结果可想而知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背景 美国当时正处于 天命昭昭的扩张热潮中 认为自己有权利将民主和棉花 好吧 主要是棉花 带到北美大陆的每一个角落 而墨西哥 这位曾经的西班牙帝国的后裔 掌握着美国渴望的土地 今天的加利福尼亚 新墨西哥 亚利桑那等州 战争的导火索是德克萨斯 德克萨斯原本是墨西哥的一部分 但在1836年的德克萨斯革命后 它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美国在1845年将其吞并 墨西哥自然不干 于是双方在边境上摩拳擦掌 准备开打 美国的战略很简单 用自己的工业优势和人口优势 压垮墨西哥 他们的军队从多个方向进攻 包括未来的美国总统扎卡里 泰勒和温菲尔德 斯科特将军领导的部队 墨西哥虽然勇敢抵抗 但由于政治动荡和经济问题 实力上难以匹敌 这场战争的后果是深远的 首先美国赢得了大片土地 这些土地上后来发现了金子和石油 让美国人笑得合不拢嘴 墨西哥则失去了约一半的领土 这对于任何国家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 但这场战争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 它成为了美国内战的一个预演 许多在美末战争中展露头角的将领 如尤利西斯 格兰特和罗伯特 伊 李 后来在南北战争中成为对立双方的领袖 可以说美末战争是他们的实战培训课 最后让我们以一点幽默结束这段历史的分享 在战争中美国海军占领了加利夫尼亚的圣弗朗西斯克湾 但他们并不知道这里将成为未来的金矿 如果他们知道 可能会更加积极地占领 而不是像个不情愿的孩子被迫吃蔬菜一样 所以美末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冲突 它还是美国扩张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 影响了北美大陆的政治格局 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内部矛盾 这段历史提醒我们 国家间的冲突往往会带来长远而深刻的后果 而这些后果 有时候会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展现出来 各位观众朋友 这就是我 六博士 来自六度世界 今天 我们一起回顾了朝鲜战争中的冬季战役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以及美末战争的战略与后果 这些战役都是充满了活与兵的故事 不仅是历史的见证 也是对人类勇气和适应力的最高赞格 在朝鲜战争中 士兵们不仅要与敌人作战 还要应对极端天气带来的考验 他们的幽默感和坚强的意志 是他们最珍贵的财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各个国家间的紧张局势 最终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大战 这场九八大战不仅是军队之间的战斗 还包括了经济 政治 科技和文化的全面对抗 而美末战争则是美国扩张史上的一个重要篇章 影响了北美大陆的政治格局 甚至影响了美国的内部矛盾 这些战争故事告诉我们 历史中的战争不仅是一场场战役 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 他们也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艰难的条件下 幽默感和坚强的意志 也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现在 我想知道你们对这些历史战争 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有什么问题或观点想要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开始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